覺得一檔好股票是要耐心 而且事實上我還記得 圈老師每次來節目裡頭 都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好的股票要耐心持有 而且呢 就是我們要從財報 然後做一些基本功課之後呢 像台積電一張不賣奇蹟之來 對 其實我最主要是 因為參考美國投資大師 巴菲特的名言 他說啊 華爾街啊 是靠不斷鼓勵你交易 來賺你的錢 那聰明的投資人 則是靠不動如山 去賺錢 然後當你發現一個真正美妙 美妙的事業的時候 就堅持下去 耐心會帶來回報 那我們認為台積電 就是這個美妙的事業 連董事長魏哲家都說 未來五年好到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身為台積電的投資人 當然繼續維持一張不賣 那這張圖其實是我們過去幾年 我在超前部署的節目中 不斷跟大家講 我要買了十張的台積電 然後成本在494 然後以這個10月18號 台積電股價來到1090元的這個市價來看的話 目前持有的這個獲利是來到590萬 然後再加上這幾年領了27.7萬的股力 未實現的獲利是來到618萬 然後報酬率是來到124% 那一般人可能賺了一倍就很想要手養 想要獲利了解 覺得錢要落袋為安才叫賺錢 但是我對台積電的看法 還是維持上面的這個投資大師巴菲特所講的 當你發現一個真正美妙的事業的時候 就堅持下去不動如山 耐心會帶來回報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目前你還是不會停利 對 那可能出現什麼訊號的時候 你才會要考慮或打算 五年後吧 五年後 所以因為剛剛這個魏哲嘉董事長 已經有告訴大家 就是呢 至少呢 未來的這個需求是好到爆 對不對 所以呢 還是要回歸到基本面 然後那當然我覺得 慶永老師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很值得大家做參考 跟觀眾朋友做學習的地方就是呢 我覺得要有耐心 然後選到好的股票之後 你就要學會去報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最大的心魔是來自自己 所以慶永老師其實投資16年來 很成功的將52萬翻了58倍 變成3000多萬 這是我在我7月底所出版的 這一本超前部署賺好股中 耐心 報酬是靠耐心等待出來的 裡面所秀的其中一個帳戶 其實這個帳戶就是從2008年的時候 52萬 經過這16年來 在沒有增加任何的資金的情況之下 52萬已經來到了3073萬 這個以今年的6月19號來當作計算的基準 那很多人會好奇怎麼做的嘛 那其實我的投資心法其實很簡單 除了要耐心等待 等待這些好公司所帶來的一個 財富增長的效果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好公司遇到麻煩事的時候 你一定要勇敢的進場 那通常麻煩事啊 其實我認為有四種 一種是總經遇到麻煩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掌握台股的落底的好時機 通常都是你危機入市的一個好的一個機會 第二個是產業遇到麻煩 第三個是公司遇到麻煩 第四個是無效率 這個所謂的冷門股的一個 無效率的麻煩嘛 那以最近來講 其實我就有掌握到台股遇到麻煩事的時候 那剛才不是有跟大家報告 在八月以來的時候 台股出現死屍般的崩跌 那當台股遇到麻煩的時候 這邊有秀出 我從七月份到八月份 甚至到九月份 甚至到十月四號啊 我不斷的解銀行定存 買買買 除了上面所講的這個 八月五號買進鴻海 八月六號買進鴻海 八月八號買進鴻海 九月九號買進鴻海之外 那這一系列買的過程中 一共花了一千三百七十九萬 那遇到了就是 台股遇到麻煩事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不進場減便宜 你要更待何時 那當台股能夠出現一個回升的時候 你先前遇到麻煩 所進場買的股票 自然就能夠創造好的績效報酬 那燕麗應該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這麼有信心 關鍵就在我們台灣的英文字 取得太好了 什麼意思 就是台灣的英文名字是 T-A-I-W-A-N 這個拆成三個部分 台股會因為A-I-W-A-N 好多年 哇 我喜歡你的梗 你想很久了嗎 所以大家如果對台股的多頭 出現任何的信心的動搖的時候 你就把台灣的英文字母 貼在你的牆壁上 台股會因為A-I-W-A-N 好多年 所以任何一次的回馬槍 都是你解銀行定存 上車買好成長股的一些標的 好 其實慶恩老師講得很好 我們有一些好朋友 他們不敢投資買股票 是因為他們覺得 第一個兩岸會戰爭 第二個他們覺得 台股已經漲了這麼多 不知道怎麼切 第三個我個人純粹認為 每天都在看這段節目 沒有時間看理財節目 所以請大家都花一點時間 好好看一些理財節目 包括我還有慶恩老師的節目 我想大家會 第一個對AI更有信心 第二個你才知道 怎麼樣挑好股票 所以好公司遇到麻煩事的時候 我們進場買股票就會有一些豐富的收穫 當然我覺得慶恩老師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讀了很多書 那有一些投資大師的一些想法 很值得我們學習 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賺錢的速度跟獲利的穩定性 我覺得是來得比較快的 所以也請慶恩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別是價值成長 價值投資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學習呢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在價值投資創造累積金人的財富 你只要記住這個選股三邏輯 就是你要選擇會成長 然後價值投資的便宜的好公司 那所謂的價值投資大師巴菲特 他說的所謂的價值投資並不是買進低價股 而是買進便宜的好股票 然後這個價值投資得先辨明公司的內含價值 然後再以便宜價買入 然後通常巴菲特會以互乘合跟營運效率 跟穩健的現金流去評估一家公司 那大家知道華人巴菲特他的老師是葛拉罕嘛 那葛拉罕他有特別提到說 對股票價格要斤斤計較 就像是你要到超市購物 不要像買化妝品 因為真正重大的損失 總是在投資者忘了問 多少錢之後所發生的 那一般的散戶遇到的問題 就股票在漲 你很想要追股票 股票在跌的時候 你又很害怕 想要砍股票 但是葛拉罕告訴投資人說 上漲的股票 風險是增加 而不是減少 下跌的股票風險是減少 而不是增加 這句話白話一點講 其實就是我們特別提到了 好公司會越跌越美麗 好的公司股價一直往下跌 它是風險減少而不是在增加 那市場最大的利空 就是股價漲多了 所以上漲的股票風險是增加 而不是減少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能夠明辨 這個所謂的價值投資的精髓 那這個共同的選股逻辑 其實我再一次的整理給大家 叫做會賺錢 能成長 夠便宜 夠便宜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好公司 如果你沒有買到好的便宜的價格 你也沒辦法創造出超額的利潤 對 其實有時候如果夠便宜 但是基本面不夠的話 可能只能賺一點點小小的利潤 可是呢 如果基本面夠好的話 翻倍賺 如果是夠便宜 但是它不符合會賺錢 能成長 也不符合價值投資的概念 所以有些我們看到有些 有一些台股中的一些企業 它好便宜 已經跌到了 金融海嘯以來的最低了 是很便宜 但是會賺錢 能成長都被打差 那就沒有辦法納入到 價值投資的精髓裡面了 好 所以能成長的產業 當然我們節目裡頭 會陸續跟大家分享 但按照慶吾老師剛剛邏輯 現在最夯的就是AI產業 好 那當然就說一些 所謂的價值投資的一些 相關的ETF的話 這個禮拜三上市掛牌的 就蠻符合價值投資的 一些選股邏輯 我們也來請親友老師 幫大家介紹一下 這檔新的ETF 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嗎 歡迎按下訂閱 點讚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週的最新影片哦 現在先記得按下訂閱 頂按下訂閱 點讚